第七我们西南边的邻居 除了3D打印 嘎里维的口音 无处安放的种心制度和硬巴冲突之外 你还能想到什么 除了最近让莫迪老仙头疼的北方帮大事件 简单说就是因为印度财政实在抵不住美联储加息 国内物价高涨和自然灾害导致的各种天灾人祸 在边缘待遇上想要截流 终于将经济困境转化成政治困境的事件之外 阿牛发现他们赖章的能力也是一流 大家好 我是头上有计较大脑会思考的硬核阿牛 这一期我们讲讲印度首富安巴尼兄弟的故事 说实话阿牛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并不想说太多 不就是豪门恩怨吗 不就是兄弟俩打架吗 有什么好看的 但是仔细研究他们的故事之后 阿牛发现这两个兄弟真不简单 他们的老父亲也不简单 尤其是最近兄弟俩的境遇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天上的是哥哥穆克什安巴尼 根据福布斯2021年全球富豪榜 穆克什安巴尼的资产达到1021亿美元 排名全球11位 是亚洲最富有的人 他也是当年唯一一位出现在 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印度商人 在地上的是弟弟阿尼尔安巴尼 2008年还是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 阿尼尔的排名是第6位 曾经管理的资产规模是420亿美金 之所以用曾经 是因为2020年2月 在与三家中国银行发生债务纠纷后 阿尼尔安巴尼曾经告诉伦敦一家法院 他自己的净资产为零 也就是他自己本人为了赖账官宣破产 最后这家伦敦法院也没有惯着阿尼尔安巴尼 直接宣布你的声明无效 还是得偿还7.16亿美元的债务 当然这笔钱直到现在也没有要回来 因为阿尼尔一直强调 自己在全球任何实体中 没有拥有任何资产会有价值的10亿权益 翻译一下就是表个态 表明我没有做担保 现在我没钱 有钱也不还的否认三连 而阿尼尔安巴尼有没有钱 有记者根据潘多拉文件中的记载 发现了蛛丝马迹 潘多拉文件是和巴拿马文件 天堂文件并存的世界三大泄密文件 潘多拉文件不是一份文件 而是一份包含1190万份泄密文件的 2.9T大小的数据机 2021年10月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开了部分文件 里面签者出了35位全球现任或前任国家领导人 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400名公职人员 和100多名亿万服务 今天的主角阿尼尔安巴尼也位列其中 文件指出 阿尼尔在官宣自己破产逃避债务的时候 自己和自己的代理人 分别在泽西岛 英属威尔金群岛和塞布鲁斯 拥有至少18家离岸公司 旗下管理的资产至少超过了13亿美金 也许你还在质疑这份潘多拉文件的真实性 但阿尼尔选择相信这份文件 否则你就解释不了 为什么官宣破产的阿尼尔 依然还可以坐着私人飞机飞往圣莫里茨 参加冬季嘉年华 并观看库尔乐队的库里斯·马丁的表演 也难以解释阿尼尔在梦买市中心价值千万的豪宅 为什么还是时刻欢迎自己的主人光临 阿尼尔欠债不还其实也分人 印度人看过下菜碟的本事还是有的 当爱立信起诉阿尼尔欠自己八千万美金不还 并威胁将他送进监狱的时候 阿尼尔选择向自己的首富哥哥低头认错 祈求对方帮自己还钱 这里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出现了 为什么哥哥成了亚洲首富 而弟弟宣布自己破产 世今得从两兄弟的老爹说起 穆克什和阿尼尔的爹叫蒂鲁拜安巴尼 这个老爷子属实将印度做生意的真谛搞明白了 他发家的商业故事就是个传奇 在他给自己的传记中是这么写的 蒂鲁拜是印度西部古迹拉特邦 一个偏远小镇的加油站服务员 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 发现一个商业机会 就是供应尼龙 锯纸和其他合成材料 然后他迅速先下手为强 在1973年建立了Reliance 也就是信氏集团 随后迪鲁拜的生意越做越大 先是制造化线产品 然后向上游产业链渗透 开始做化工原料 最终再涉及石油精炼领域 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 信氏集团就成了印度主要石化产品的独家制造商 这个商业故事听起来并不复杂 但如果仅仅理解到这一步 那就低估了在印度做生意的难度 在印度做生意的真谛 是在不断变化的进口配额 许可证要求和价格控制体系中提前布局 而这种布局的最佳状态 就是在许可证设立之前 就取得市场垄断地位 这样后来者即便拿到许可证 也无法从自己已经垄断的行业里 再分一杯羹 这才是精准打击 用望远镜把对手消灭在地球边缘 蒂露拜就是这么干的 信氏生意的避免 就是做到比官方限制领先一步 信氏集团的退休高管透露 蒂露拜常年在德里郊区 维护着一座办公楼 里面塞满了退休的官僚 蒂露拜派他们去监视 自己在任的老同事 感知政策的风吹草动 还派这些人探查 印度高官子女的年龄 这样等到这些孩子上大学的时候 就会获得信氏集团资助的 丰厚奖学金出国留学 这些印度式政府公关精髓 被穆克什和安尼尔两兄弟 完美继承 穆克什一开始就负责 信氏集团的实地产业 而安尼尔作为高管 处理公共关系 2002年 蒂露拜突然中风去世 生前没有安排继承人的他 让信氏集团迅速分裂 两年后 在母亲的撮合下 哥哥穆克什获得盈利 但增长缓慢的电邮和石化业务 而弟弟安尼尔则获得了 金融服务 发电和电信业务 当时来看 弟弟安尼尔明显获得了母亲的偏爱 2007年 根据福布斯印度的统计 安尼尔的金资产增加了两倍 使他成为印度第三富有的人 有了充裕的资本 安尼尔接受了亿万富翁的爱好 比如电影制作 他成为史蒂文斯比尔伯格 梦工厂影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有时候他会邀请梦买的金银成员 到家观看即将上映的电影 客人中可没有穆克什 兄弟俩的暗战显然还在继续 但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弟弟安尼尔先败下真来 因为债务问题 安尼尔不得不向哥哥妥协 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电信产业 凭借在石油炼化领域 累积起来的大量现金 穆克什在电信领域杀疯了 直接玩起了价格战 穆克什在2016年 推出了自己的电信品牌Jill 这家公司就是三大运营商的印度版 Jill的服务实际上是免费的 商业化之后 Jill的数据费率远远低于其他公司 有时一季只需要7.5卢比 也就是6毛5 而且语音通话不收费 安尼尔也想打价格战 但显然不是对手 2019年被价格战打倒的新时通讯破产清算 2020年穆克什成为亚洲首富 新时集团的出口额 占印度总出口额的10% 市场地位相当于中化 中石油 华为和阿里的合体 处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穆克什就是印度最有权势的人 安巴尼兄弟的故事表面上看是 豪门内部的资源争夺之战 其实是印度资深发展周期的筹码之争 各个眼光独到 恰巧顺应 印度资深发展趋势 拿到了石油炼化更多的产业筹码 稳扎稳打 最终击败弟弟 这个看似老套的豪门故事 其实背后隐含了一个人生的大原则 那就是在任何一个时期 个人想要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都需要抬头看天 低头看路 抬头看天 就是要明白周期 明白趋势 知道未来哪个行业 大概率会成为险学 好就业 好创业 好养活自己的家里人 让自己的人生旅途 更加舒适惬意 低头看路 就是明白怎么努力 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从现实世界的大小事件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看看自己的认知 和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 能不能相匹配 比如2022年的今天 全球资本都在关注美联储加息 加息的强度 力度和咱们国家的反应 这种看似宏观的事件 其实都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宏观事件之所以叫宏观事件 就是因为它关系着 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最近这段时间 阿牛之所以写了 日本英国印度的现状 就是想告诉大家 未来以来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 6月份 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 已经是大家知道的名牌 下一步怎么走 其实阿牛也感知到 一些市场里的共识 挺过2022年的金融危机 美国是会像2008年那样 不惜代价的拯救华尔街 还是彻底躺平 对金融波动撒手不管呢 要知道 在大通胀背景下 美联储也不敢放水太狠 这次让华尔街 全身而退的可能性不大 但美联储对金融危机 无动于衷的可能性也不大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是可以叙事待发的时代 也可以是无底线摆烂的时代 可以是比试比课 恰如此时此刻 你准备好了吗 感谢看到这里的朋友 微信关注公众号 阿牛独裁 获取完整版文稿 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印度 可收到印度青年狂想曲 一书试读版 带你看到印度年轻人的喜怒哀乐 感谢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